美女主播劉欣童 日前在社群發文透露自己所屬的公司大樓 工作人員和辦公室都很多 所以大樓電梯經常因運作過度導致故障 也經常有人被困在電梯內 但是沒想到這次被困的是自己 她透露當天自己趕著上班 搭乘電梯快到她的樓層時 電梯卻突然震動了一下 隨後便卡著動彈不得 她按了電梯內的緊急按鈕後 公司的服務人員也無法解決 只好在電梯內等待維修人員前來 不料在等待的過程中 電梯近連續兩次下墜 第一次從10樓墜到8樓後 又緩緩的上升到9樓 不久後電梯再一次下墜到8樓 劉欣童心有餘悸的表示 當時自己被困在電梯裡長達半個小時 整個人熱得快暈倒 而且腦海中一直閃過人生走馬燈 一度以為自己真的要遭遇不幸 還好最後驚險脫困 收他也捐款做善事 以此來報答老天爺的救命之恩